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雄这一件事 三十几年前 我买这种东西 买器和买电的工具 我在盖我的工作室 那时候台中中部美术协会 我是和他们会员 那他要我拿一件作品参加 我在试用工具 因为以前我没学过 看人家做我自己还没有动手做 那东西买来 我在试用工具 三天做这一件作品 三天三月完成这一件作品 那像这样的题材 在以前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养鸡养鸭 我对动物对植物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在没有草图状况之下 就直接完成那一件作品 完成那一件作品 对我自己个人70年代 以生活来讲是最困顿的一个时代 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期望 比我在学生时代还要来得低 因为在学校当中有很多的梦想 那进入社会之后 当时的环境 没有办法让我 达到那样的一个状况 那要面对 面对生活 面对很多新的一个挑战 如果说光是靠自己的工作 没有办法生活 因为当时要卖掉一件艺术品 不容易 而且委托的案子也不多 所以那时候大概百分之八十的力量 都是在做一些工艺品 好像一些实施之类的 那十年的空白是我来华联 在荣敏上班之后 离开自己工作的那十年 因为那十年 帮人家做庭园 我帮人家做一些工艺品 那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记录上 在智力上呈现的 从开始有智力出来 也就是手工研究所开始增见的那段时间 那这一次我提出两件作品参加展览 其中有一件熟那一件 那是我把我儿子跟女儿 我做他们两个在夏天在吃西瓜的这样一个 也得一件作品 通常是生活经验影响作品 通常是这样 因为杨文老师曾经跟我讲过 作品要好从生活开始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 食材是比较难没有错 但是它的难也只是时间的增加 也只是时间的增加 只要你的意志力比石头还硬 你就可以去改变它 我在20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如果说你一敲下去 发觉你的手都麻了 那你不敲第二下 不敲第三下 你就跟它绝缘 那事实上只要你有时间 你有毅力 是可以改变它 那也因为石雕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 就会换第二下 你不敲什么 我去把我的人选择 用此跟大家晾到 将来 你不敲 Magazine 我还在简单 暂时io 但是你不敲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